大家晚上好 很长时间没有做阿民日记了 今天做一期阿民日记 讲述阿民在美国每天的状态和动态和心态 我今天收到了移民局USCIS的回职 我们这段时间申请公卡 之前我做节目提到过 如果你有时间、有闲情、有精力 你完全可以自己DIY去解决 办身份、办公卡、办驾照等等 所有问题都可以自己做 因为在美国它不像中国办事情 美国办事情是有章法的 有迹可循 有规章制度可以遵守 只要你花点时间去研究都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你很忙 你忙于工作忙于这个忙于那个 你没有时间 那你就花点钱找别人帮你做 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在创业 所以有的时候有活作 有的时候没活作 所以我就在家里面 有时间 再加上我老婆她就 我是建议她 就不要上班了 在家里面料理料理 帮我做一做销售都可以 所以她就在家里面 把这个事情研究了一下 把这个公卡的申请递交了 因为我们加入了一个组织 叫ASAP的一个组织 它是一个庇护组织 加入它以后 所以从你递交庇护申请 然后150天 你就可以申请一个公卡 就不用等到什么365天 所以我们收到一个的 This notice Notic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这里有一个receipt number 收据的一个编号 正常估计呢 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 应该我们能收到公卡 公卡如果收到以后 阿民就有很多事情要办了 因为有了公卡 有了社安号 第一 阿民要赶紧去解决一个 医保问题 因为现在阿民处于裸奔状态 阿民现在出去都不戴口罩 一点也不care这个病毒 太藐视病毒了 出门也不戴口罩 又没有 又没有这个注射 注射疫苗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感染过千百回了 在国内呢 我们都有每年体检一次的 良好习惯 到了美国以后 中断掉了 所以呢 等公卡下来 社安号下来 我们要去做体检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公卡下来以后 我们要纳税 我要做一个光荣的 美国纳税人 为这个国家 贡献一点 我经济上 经济上能贡献的一些东西 当然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我还会做很多其他的贡献 第三件事情就是 我得快马加鞭火速的注册一个公司 因为现在创业还是属于裸奔状态 没名没份 不合适 所以公卡下来以后 我要去把公司注册下来 有了社安号 我就可以 而且还可以去考一些 建筑承包商资质 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来吧 即也急不了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件事情 跟大家聊一聊 我的工作和生活这几天 有时候人生是有意摘花花不开 无意插柳柳成荫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也不能把人生的安排 纯粹是做偶然的命运的什么东西 都是有因果的 你肯定前面你种过 你无意插柳柳成荫 你也插过柳了 你如果不曾插柳 柳数也不会成荫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 取决于你做的一些努力 你做了很多努力 你想要的结果未必能得到 但是你其他方面 你做的事情 可能那个事情 发生根发芽也不一定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 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 我和一个这里的老师傅 一个北京人 并不太合拍 因为他有点那种 北京皇城下老爷 耶伦那种饭 白老资格 而我呢 就最不喜欢那些白老资格的人 你越在阿明面前白老资格 阿明越不care你 所以和他关系算是搞得不太好的 后来他知道我出来了 因为他也出来了 偶然的他就问我 他说你能不能帮我招个人呢 我想正好有人找阿明想上班 是吧 正好他又缺人 而且我也不想继续往我之前的老板那里送人 因为我跟你差不多没什么关系了 一直在帮你送人 似乎也不太有那么有那么强的必要性 这个时候突然撞上来了 然后他开了待遇还可以 而且他问我待遇多少钱 我就说待遇多少钱 你必须这样给才合适 正好又有一个朋友 网友看我节目 联系我 正好我就给他 把他推荐过去了 而且他那边做的活 更好 是做柜子 做食材 做这个储备的一个台面的 这个活利润很高 学这个 比你学刷漆 学猜东西 这些鬼东西 更有前景 所以正好撞上了 我就撮合一下 做个好人呗 是吧 正好人家需要一份工作 而我能安排一个 很好的一个进入点 就是你做小工的话 你去其他地方做小工 可能别人给你安排猜东西 刷漆 打下手 使完你这个 使完你那个 你成长不了 这个呢 你成长更好一点 所以我也算 帮了这边忙 又帮了这边忙 成人之美嘛 我也很开心 反正顺便做一下 我老婆说 你每天干这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 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 正人玫瑰 手有余香 阿明是一个 只要有时间助人 都愿意助人为乐 就像我 组建了一个 赴美分享互助群 我又得不到一分钱 但我看到别人 能心想事成 能把事情办好 我很开心 这算是一点慈善心吧 我觉得舒服 不图回报 结果回报来了 因为你不图回报 你本着一个 杀心做事情 有时候老天也看见了 神也看见了 那个北京的老师傅 说 我这里有个洗手间 正好这个没人做 我说我可以做 然后就聊着聊着 他就引药我到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老板 专门做美国人的生意 他基本上不太做华人的生意 所以他报的价非常高 因为美 我跟你说 在美国 同样一个活 你找最低端的师傅 报的价 和找最高端的公司 报的价 他们可能相差十倍 就比如说 做个洗手间这种事情 你可能最低最低 你可以找得到三千 两千多的师傅 你都找得到 但是市场价格最高的 就有两三万的都有 这是这个行业的水很深 水分很大 也可能两三万的 那个人接着火 转手就给两三千的师傅做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现状 所以他给我找的那个老板 就是做美国人生意的一个老板 他说我手里有做不完的活 我也不招聘员工什么的 我就等于是我总承包商 拿下来分出去 你能做就包给你 活不断 一直会有活做 你尽管做就好了 你只要把活做好就可以了 所以无意插流柳成英 居然促成了一桩 稳定性的买卖 对于创业期的阿明而言 这个就等于是给我的创业 打了一个基础 叫上不封顶 因为创业是个上不封顶的事情 下有人帮我保底了 因为创业我们都知道 创业是可能会饿死 也可能会撑死的一个东西 它是有风险的 但现在因为认识了这个老板 等于有人帮我的风险 兜住了兜底了 因为光做他的 包下来给我的活 我就够我吃一壶了 如果他这里活没有 我还可以继续接我的活 我还可以把我的团队拉起来 因为阿明给自己定过一个 第二年的计划 第二年我要在来美国 满两年之前 让我的团队成员 达到或者超过十个人 这是阿明下一年的目标 我要一步一个脚印的 把我的事业做起来 所以今天这个事情 挺让我意外 而且我又认识了一个 就在这边 可能他手里有几套房子 因为很多华人 他手里如果有点闲钱 他就喜欢买很多房子来收租金 一方面租金有收入 另一方面房子涨价了 这是硬资产 所以认识了一些房东 他手里有很多的房子 时不时租户就说 这里弄一下 那里弄一下 就固定找我 去帮他弄 所以应该说 慢慢慢慢的 随着阿明慢慢的积累 应该说未来会越来越好 这是关于工作 生活上阿明已经慢慢启动了我的一些休闲计划 在家里我也变得有点慢生活 软时光了 摆弄摆弄花草 这两天没什么事 我就自己拿木方木头 做了一些花架子 做了一些台子 放东西的那些架子和台子 以后有时间把院子料理料理 算是给自己也放松放松 因为之前阿明说了 我越来越瘦了 所以就想让自己处于一种心宽的状态 因为心宽 你在吃点东西 我现在买了一大桶的冰淇淋 香草味的冰淇淋 一大桶这么大桶 每天吃完饭吃一杯 希望自己长胖一点 然后呢 花花草草摆弄摆弄 慢慢来不着急 长点肉 事业慢慢花心思 生活上也要慢慢的弄 所以总体感觉还可以吧 阿明非常喜欢我现在搬的这个地方 这个小城市华人非常少 连华人超市都没有 某种程度上不太方便 但是另外 我又觉得我只要这样子 才能让我融入社区 融入美国 因为邻居左邻右舍都非常友好 你得跟他们打招呼聊天 而且现在我今天去谈的一个活 又是个美国人美国夫妇啊 我一直跟他谈怎么装沙窗的问题啊 一进门我就说了 My English is limited 我的英语是有限的啊 他说哦 后来了解了的话 No your English is good 因为聊沙窗 哪种款式怎么做 我还是可以聊 所以我觉得 只要多跟美国人去沟通 那我的英语肯定会进步 而且我现在 比如说沙窗 是什么单词 之前不知道 慢慢的 你第一遍不知道 第二遍我就知道了 慢慢的 后面再有人跟我谈沙窗 我就知道怎么说了 所以通过这种强制性的学习 我觉得我的英语算是进步的 很明显 也有利于我 实现我的追求 就是做美国人的生意 第一 我要让整个市场明白 华人不应该窝在华人堆里面 只做华人的生意 你要融入美国社会 为什么美国之前要排华法案 因为你和我不同类 我就排你 如果同类怎么排 什么事 因为华人也不把自己 当美国人的同类 华人只跟华人窝在一起 狭隘的一种民族主义 家族主义的观念 永远拒绝融入美国社会 阿民要融入你们 很多人认为这是伪命题 不存在什么融入不融入 你可以觉得不存在 阿民认为存在 因为有些华人就是没有融入本地 不要不承认 你就活在华人圈子里面 你没有接触到华人圈子以外的世界 这也叫融入 这也叫不存在融入与不融入 你就是没融入嘛 对不对 所以阿民要融入 我要跟他们打成一片 好了 这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得给大家提一个 分享一个我的心情 忙的时候要让自己take it easy 要提醒自己 有这里不着急 事情是做不完的 人生还长慢慢来 闲的时候呢 你得让自己不要太闲 稍微紧张一点 你自己拿捏一个人生的度 不要让自己太忙 忙不就是一个心加一个王嘛 心就死亡了 不要让自己太忙 也不要让自己太闲 你得处于一种失踪状态 这样子比较好 好了 愿在美国的朋友们 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都能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加油吧 拜拜